先問廖老師 是 你若是這個 僵疾的老公的太太 你發現他有外遇 就僵疾了 是 你要怎麼擺 我覺得算了吧 都走了 對啊 本來人人生就是一個過程 真的啊 算 我沒辦法 一個牌位把他拿起來 這樣轉 這樣轉 因為人都走了嘛 你去追究這一些也沒有用 對 那你會把你從他手機裡面 發現的那些精采的東西丟掉嗎 我也不會去碰 對 我也不想知道太多 因為有時候真相是很殘忍的 那會去找一下那個小三嗎 也不會 也不會 我看過一部那個 理查基爾演的一部電影 我覺得那裡面很有深度 就是理查基爾他有一個外遇 可是他就是說兩邊他都兩相照顧 當然就是一般男性有了小三之後 可能對原配會比較冷落 那他的這個原配 其實就知道理查基爾對他開始的 以往他們的生活 就像孝成講的 就有一些變質 那他也不想去探究 因為他覺得說 我們兩個好好的就好了 他心中有一個疑問他都沒有去探究 一直到理查基爾有一次要去跟小三約會 結果在途中就發生了車禍 然後他寫了一張字條 是要去跟小三分手 他說我發現我離不開我的老婆 他寫老婆的名字 那我發現他越來越就是說傷心 就是憂鬱 他想要說結束這一段關係 他不想傷害他 然後就是在發生車禍 這一張 這一封信是在他的卡片 是在他的車上 結果警察就交給了原配 原配就發現說他的狐疑 他的懷疑是真的 他有了這個外遇 結果理查基爾的喪禮 這一個小三有來 可是他的原配選擇 把這一張字條燒掉 他不想讓這個小三知道 就是說原來他發生這個車禍 是要去跟他分手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理查基爾走了 他沒有必要讓這一個小三也受傷 因為受傷是兩個女人受傷 對 那理查基爾都走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 可能外國人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代表所有女性 去解釋這一塊 但是 你這個給你這麼加力 可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是有很多層面解釋 因為最後他覺得我贏了 你知道我贏了 我就不跟你追究了 如果說他今天寫的是說 我會跟我老婆分手 我告訴你事情就沒有那麼容易聊了 我覺得一般人 你有那種心胸嗎 我沒有 好 對 我是覺得說他的 他的大老婆 我覺得很有智慧 我覺得他如果再跟這個小三糾纏 他第一失去理查基爾 第二這一個傷痛會一直在跟隨著他 那他選擇放下 那就這一場喪禮之後 他重新他的人生 對 我覺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們過了 今天就到明天了嘛 那有一些都沒有辦法 廖老師這個講法也不錯 就是說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他把自己過好 對 其實就是對對方的一種報復 也可以這樣想 對 翠芬你怎麼看 我覺得很難 很難 因為在創就是 你有那種心胸嗎 我覺得我可能也沒有 你也沒有 因為我覺得那個很煎熬 那如果針對這個新聞事件來看 我覺得這新聞事件裡面 凸顯了每個人的心理狀態 都不一樣 像剛剛孝成說 何以那個先生不滅症 他其實都已經離癌了 其實他有時間滅症的 他不像我還遇過 有些是不能滅症 因為他就心肌梗塞走了 突然走 對 那他是有時間滅症 何以不滅症 其實在外遇的 人都要走了 還滅什麼症呢 在外遇的那個心理狀態 有一點有一種很特別的 因為他們是不 像這個是 他是秘密 不能公開 不能公佈 那所以這種不能公佈的 我就不能跟冰心 分享我的愛情經歷 我就不能跟廖老師 分享我的愛情經歷 那那個實際是很壓抑的 那這種壓抑的情感 他其實蠻需要有一個 就是怎麼感覺到他的存在 所以你會發現有非常多 跟外遇在一起的 當然他會拍影片 拍很奇怪的照片 所以他說有什麼遊戲還要記下來 因為感覺他是需要有一種存在感 所以我還遇過有些人會把 我們兩個去 因為他們很多都不能出門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線索 都要留下來 如果說他們兩個曾經去國外 某個地方約會 那裡所有的票根 那裡所有的機票的記錄 那所有的那個時間軸 因為他感覺到他一定要有一點存在感 所以他們真的會把很多東西 放會留下來當作一個情感的見證 或者是說去證明說我們曾經有過這一段 我是看過很多人都會留下 這個太太應該怎麼處理才心裡好受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太的情感一定是 因為他有說 他也幫他辦了一個很好的告別室 風風光光的告別室 那你要想在告別室裡面是先需要去哀悼這個人的 然後說這個人生前有多好 做了什麼事 做了什麼事 結果我辦完告別室之後 發現這個人背叛我 那我覺得那個心理的拉扯跟衝擊很大 因為他會感覺 對不起 衝辦 告別室衝辦 開始罵 如果他如果我看到是在那個所謂的 辦出病之前的時候 看到的這個手機內容 應該就不風光了 就要吵吵結束這樣 因為他才剛辦完 然後我都會覺得我好難過 他走了 我覺得我這輩子很幸福 之後發現之後有一個大錯亂 是在於說 我以前跟他是真的還假的 沒錯 第一個大錯亂 就會是自我價值的懷疑 跟對婚姻的一個整個憧憬的破滅 跟我這輩子努力的 我跟他相處的時光 原來都假的 那你怎麼去安頓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有一點難的 都不真實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怕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覺得這個太太 他會經歷非常長一段時間 很混亂 很難熬 然後內心會一直想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我們感情不是 因為感情很好 那感情很好 你怎麼還會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疑惑你越想也不會有答案啊 可是他們會有強迫性思考 所以就算他自己不想想 他還是會一直去想 沒有辦法控制 對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我覺得 他要不要去找小三聊聊 而且你知道這件事情就不只是他知道 還有他兒子 他女兒你知道 知道這件事情 又不只是他一個 那兒子女兒知道有什麼關係 不是 我的意思說 這還是有一種體面的問題 就是我可以騙我自己 可是其他人的存在 你知道嗎 還是在提醒我 就是我自己只是在掩蓋這件事實 我覺得你知道嗎 這種事情真的不是單一個 很多 至少我這邊就聽到了 好 那你的故事等一下來說 我再請教崔芬 那就是我們就是要怎麼報復呢 要報復 這個女兒 你昨天 如果叫我們兩個感情這麼好 而且告別式 把你用到這樣這麼風光 現在才知道你這樣 沒有也要報復一下 譬如說頂班 或者是找小三聊一聊 可以嗎 其實我真的有遇過 會找小三聊一聊的 因為他小三一定知道 為什麼 因為小三就在他們家公司上班 對 重點在這裡 這個這個 這件故事一定還有後續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是公司合夥人 也就是說公司裡面的話 有沒有 誰是合夥人 只有小三 他有一定的資金 所以後面一定找的是什麼 錢的問題 我覺得找小三討論一下 不一定全部都不好 但是因為這個小三太靠近了 是公司合夥人 如果不要這麼靠近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點幫助 因為通常那個外遇之後 會有經歷一個經歷 就是質疑什麼時候開始的 幾乎都會問一模一樣的話 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你跟他發展到什麼程度 那你們兩個都背著我去做哪一些事 那這些話沒有辦法去問 已經過世的人 所以會有很多話積累在肚子裡面 不知道該怎麼過 所以真的找小三出來有一個幫助 就是去問清楚 那其實對小三也有一點幫助 小三也不一定會講真的 對啊 我現在就在想 小三一定會掩飾很多東西 但沒有關係 至少他還有一個人可以問 你們到什麼程度 可是對小三來說 我覺得也有一點幫助 因為小三 不過這個合夥人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可以去現場 有利益關係 對 他有利益關係 而且他可能也有參加他的告別式 而且他也可以去哀悼他 可是我遇過很多小三 是不能哀悼這個 就是他的情人的 因為他是 真的 他搞不好真的有來參加 因為他是公司的大股東 他真的搞不好來參加了告別式 對 所以他的狀況是很特別的 就是說 然後他參加告別式的時候 那個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像家屬致意 對不對 然後家屬要回禮 然後他可能還過去跟他抱抱 而且我覺得因為他是合夥人 說不定還可以上臺致詞 所以我其實一般小三 是不能做到這樣的程度 通常就是他過世了之後 只能默默在心裡哀悼 遠遠的去他的那個告別式的會場 所以照崔溫老師剛剛講法 我真的蠻認同鄭大哥的 重辦吧 因為還會致詞 也不重辦嗎 那重辦 等一下再來請教校審 那重辦接下來要怎麼辦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